2月8日 据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消息 三名违法行为人 因在冬奥会吉祥物指定销售网点等地 高价倒卖兵敦敦 非法牟利 扰乱正常购买秩序 受到警方行政处罚 针对上述乱象 东城公安提醒称 相关部门已公布 北京冬奥会特许商品 将至少持续销售到今年6月底 目前已协调采取积极措施推进生产 会有源源不断的冰奥奥供应到市场 请大家理性消费 切勿从黄牛手中高价购买 以免受到经济损失 财经天下周刊了解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进行 冬奥会吉祥物冰奥奥受到热捧 一些购物平台的奥林匹克官方旗舰店 放出的冰奥奥钥匙扣开放销售 一秒就被秒杀一空 而线下销售同样火爆 稍早一些 财经天下周刊记者 曾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了解到 早上7点时 排队的人群已经从宫美大厦 一直延伸到了1.3公里外的苹果零售店 据悉 队伍中 有的人是订了闹钟专门清晨赶来排队的 也有人在头天晚上就已经在这里就位 4公里 8公里 8公里 熟 factions ンボ